大家最擔心的退化疾病 包括了像是 巴金森之外 另外就是阿茲海默症 就是所谓的失智 那么现在 也有基因检测 甚至还影响雷神索尔 他自己家族有验出来 不过他不过是验出来 这个基因而已 可是他很担心 然后他说 这个我就比较难过了 因为我喜欢他 他说即将吸引 要多陪家人 就看不到 看不到他的见面 看不到他 因为有他的雷神索尔 赋予很多的生命 因为他很幽默 那我全世界唯一就承认 他比我帅 不会是这样自信可以吗 就对身体有益 好 所以他因为 是阿茲海默症的高危险区 然后因为他的家人 有这个阿茲海默症 所以他现在要 起引来陪伴家人 健检的时候被检查出来 有两个分别来自父母的 APOE4基因 代表他离化阿茲海默症 是正常人的8到10倍 你看10年前 他的女儿这么小 现在顶多也11岁而已 所以他就想要陪家人吗 对 他的决定舞 当然我们这些影迷都尊重了 但是尤其这个纪录片 因为他最近有上迪士尼 我也准备要去看 因为主要里面他有一段 因为他在拍的时候 导演特别跟他讲 不要去谈这个好不好 因为对他的形象 因为就像超人 超人那时候他也很怕人家 后来还看到那个模样 他说你不要讲 这段我剪掉好了 他说不 我就是要用我的故事 告诉大家阿茲海默是这样 如果可以的话 提早让大家做准备 我觉得 那我会更喜欢他 是 因为我们健康2.0 也是一直提醒大家 你可以从哪一些方面 来进一步了解 可是这个基因检测 到底情况怎么样 对 其实很多人看到说 他怎么只验到个 Apple 14基因有问题 他就要吸引 其实因为大家对这个基因 可能稍微不了解 我稍微简介一下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叫做两个Apple 14基因 到底有多高风险 好了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基因检测 但是这个基因检测 算是已经很久以来 已经有一段历史了 我们发现一个统计数字 跟大家参考一下 这统计数字是 我们正常人 有些人是没有这个基因的 就是两个都没有这个基因的 可能只有9%的人 会得到阿茲莫症 你如果两个基因 有一个有的是30% 如果你两个都有的是50%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如果把它换成是 我就是雷神索尔 好像宣布了 我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我可能有一半的机会 我未来会得到阿茲莫 第二个就是 其实失智症这件事情 我们也发现 脑部反复创伤的人 他会比较高风险 得到这个失智症 那我们就想像这种 电影的好莱坞巨星 你怎么可能在这个 很多的这个动作里头 不会影响到 而且他是动作片的 对 所以其实我猜 当然我不是他本人 我也不认识他 我也蛮希望有他电话 但是我觉得他在各种考虑下 可能有这样的决定 跟以上这些原因 都有关联性 但是像我们讲的 难道说我今天真的有这两个基因 我就要很绝望吗 其实并不是 而是假设说 因为这个台湾 其实也可以验得到 通常真的有这个基因的 我们会告诉他 有一些事情我们就可以做 例如有一个很有名的饮食 叫做麦德饮食 这麦德饮食 其实它的英文就是mide 就好像跟脑壶有关 它其实大概就是 折中了两种好的饮食法 一种叫地中海饮食 一种叫德书饮食 它大概我觉得 有几种原理可以跟大家讲 第一个原理 我们很多的失智症 我们都要求要抗氧化 所以其实你看它的一些食物 比如说它有绿色的蔬菜 它有各式各样的水果 再来第二个原理 你要吃好的食物 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现代人太容易去吃到一些 精致的淀粉 精致的糖 反而你要去吃什么 好的淀粉 豆类 鱼类 吃好的蛋白质 第三个 吃好的油 其实好的油跟坏的油 会影响我们发炎跟不发炎的状态 所以麦德饮食的大概念就是 抗氧化 好食物 好油 有这三种方式 帮你好好的顾你的脑 预防未来阿滋海默症的发生 油汁你吃多少 我都吃这些盐食 我都 我跟你讲 我的颐生非常不坚格 来 你站出来运动一下 好 来 我们一起跟郭医师动一动 糟糕 郭医师你说接下来的动作 就是让所有人可以避免退化 对 不只是帕金森之症 其实我们不要弱化他们 他们就像刚才你讲的 他们事实上是站出来 是帮助别人 用自己的力子让他告诉人 所以我跟他们环导完之后 我自己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我要珍惜当下 是 那我们做运动就开始吧 就开始来做运动 好 那总归一下 帕游的动作 有一个叫做大爆笑 三个原则 大就是大动作 我们大动作 扩胸 大动作 往前伸展 扩胸 可是帕游因为怕跌倒 所以你要给它支撑 有支撑之后 你就可以做比较大的动作 做大的动作 很帅气吧 对不对 做大动作 做大的动作 弯腰 弯大一点 弯到很多 弯到很多 然后往后 有支你的背顶口口 对啊 对 来 你再弯一次 你用剑手上试试看 你会弯得比较多 一根也可以 有支撑嘛 所以你就会放心的弯得比较多 了解 真的有差 你屁股往后坐 屁股往后坐 对 脚稍微张开一点 对 张开 屁股往后坐 好像要坐椅子一样 有没有 你的腰也挺直的 有没有 好舒服 对不对 这里有张开的感觉 用大动作 来 大动作 这就是大自行 我们大自行 躺在那个自行车道上 好舒服 大动作 什么动作都可以 但是慢一点 慢一点 主要就是要把你的关节伸展开来 因为怕有的动作都很小 怕跌倒都很紧张 所以大动作 而且我觉得这些动作 不是只有针对怕有 就是所有的人避免退化 大家都需要做这样的动作 你看像有支 它很明显就是点宽宽 你会不会觉得很像机器 怕有更严重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这个爆 大爆笑 大动作 爆发力 爆发力主要是要防止它跌倒 所以这个动作很快 一二三 对 屁股往后推 一二三 屁股往后推 一二三 对 很快的 再来脚要往后推 往后来 先试试看往后一下 回来 一二三 对 一二三 侧面一点 脚斜出去一点 这都可以在家里头 跟长辈一起坐 凸膜 凸膜 换手 换脚 对 大动作 要快一点 要快一点 训练 所以对长辈来讲 这个动作对他们讲 平常是不会做的 因为很可怕会跌倒 所以给他一个支撑 然后你带他做的时候 一二三 他就会愿意做 了解 我们可以连续做个十下二十下 然后再来很重要就是大爆笑 笑就是发音 阿 伊 吴 诶 诶 诶 对 然后我们再用 拉 拉 舌头要弹一下 所以你说像这种弹声 也有帮助是不是 对 你累吗 不會 糟糕 有退化吗 我们可以发音练起 Path 一起来 好 来 阿 阿 哈 阿 哈 我还可以 感觉要来到合唱团了吗 阿 哈 阿 哈 阿 阿 哈 比他们三个 through the 所以大家覺得說 好像這些練習很辛苦 其實配合你有沒有覺得就很有趣 而且可以協助很多 不管家裡面頭的長輩 或者是發精神病的帕遊 對不對 對… OK 我們今天唱歌也很棒 真的 我們今天教了很多方法 大家在家裡記得要跟長輩多運用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